這個真的很好玩欸,但是就是真的會玩到忘記要講話 哎呀,失去記憶了,這人到底想要幹什麼? 好了,趁現在把這個人帶到外面嗎?你們這個某些行為叫綁架,知道嗎? 探索的第九天 我在故意搖晃這個,看我這個可愛的氣球 對了,丁格,你真的見到駕駛員了嗎? 那個,怎麼說呢?我們之前確實會合過了一次 但,他後來被頭上的葉子怪物給抓走了 你說什麼?他在講那個抓子,那個那個什麼,葉子怪物 可是那個歐立馬,對,歐立馬頭上有,那個假歐立馬頭上有多一個葉子 是我們當時看到頭上長葉子的傢伙,正在指揮一頭大型犬搬運若難者 本大爺跟駕駛員一起追了上去 結果,那傢伙把若難者拖到洞窟裡,然後將對方變得跟自己一樣,頭上長滿了葉子 然後咧,你是說這個人嗎? 喔,是頭上長葉子的弱難者 之後,那傢伙發現了我們,本大爺為了要重振泰式 泰式,有這個講法嗎? 立刻往外跑 但回神過,發現駕駛人不見了,那傢伙說不定也變成了葉子人 那個失去意識的葉子人是怎麼了?同學人弄倒的嗎? 怎麼可能是我啊? 是誰帶回來的?是我帶回來的 還不清楚為何此人一直昏迷不醒 總之,這個葉子人有可能是駕駛員吧 嗯,沒錯 順帶一提,葉子人這個叫法是本大爺跟駕駛員決定的 因為頭上長了葉子,所以叫葉子人很好理解嗎? 這個若難者,有可能是駕駛員啊 但光靠我們實在有心無力 雖然把葉子人帶回來很重要 但我們也得趕快跟醫生會合 讓他來整治才行 如果醫生也變葉子怎麼辦 全體各就各位 來,乾杯 喔對耶,我們可以學東西了 課是想訓練 來幫我訓練 來,我現在還注意到 他右下角寫十隻份耶 等一下好像有點方便 你看我看,啊這個咧 攻擊變銳利 加倍的強力 他怎麼是拿花朵一等的去做示範啊 所以他這個一等我只學普通的咬集 蛤,怎麼辦我兩個都想學 誒不對,等一下,怪力 誒,我可以學,我以為他要三等 他只要一而已,要先學啊 才一而已,不學白不學 誒那這,所以我兩個都可以學耶 我精通怪力了 不愧是歐請 既然如此的話,我就同意你接受超怪力 什麼東西 WTF 總之我可以先來咬一下 等一下我再看一下 其他我還可以學是狗爬士先算了 OK 超怪力 可以搬20隻 這也太香了吧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覺得還是要先咬 至少有一點比較大力的咬 你看他咬三下就兩下就解決了 我覺得這真的會方便很多 我覺得這真的會方便很多 雖然說搬運也會方便很多 我覺得我們一半一半啦 OK 記住要保持努力不懈喔 哇,搬20喔 所以這隻狗會越來越強耶 好猛喔 雖然他是這隻小廢物 我還在記仇 你上次把我的皮克鎂摔下去 本來當時我一直讓我上一集 我在想說完蛋 我竟然把我的皮克鎂丟下去 我超難過 結果一剪片時 幹,超狗是你 可可可,我設計出了新道具喔 我等一下多太多東西 閒人統計機 閒著沒事幹的皮克鎂 救援的時候可以沒有遊玩的賢情液 蛤,什麼東西 可以探知一下 喔喔喔喔喔喔 可是他可以一直持續使用嗎 生命包 狗狗的生命包 說不定會比較小 頭燈 喔,這個我覺得之後可能會需要 如果我們真的遇到比較暗的地方的話 這個是那一個 當時給我們的那個東西 然後也是 我上一代很陰霾的東西 如果沒看我影片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 大量皮克鎂死亡案件 來,我們要全去 我想要去櫻花 雖然說我們已經 對,我們還不能 我們還確實得去櫻花 我們得去櫻花 先去拿那個 歐尼泳攜帶量 這樣我們才可以去第一關 去拿那個 藍色歐尼泳 兩個都叫歐尼泳 實在有點容易搞灰 一個是增加數量 一個是我們藍色的家 以前藍色的是水的皮克鎂 所以他這一代沒有水的皮克鎂 嗎? 還是他就是被冰曲帶掉了嗎? 我想先去拿左邊拉個東西 忘記帶他們出門 冷凍作戰 Let it go 麻麻囉 嘍 嘍嘍嘍嘍嘍嘍 黑啊黑,你果然是假的 釘仔丟 這樣丟得到阿 他真的有個討厭 抓不太到他欸 有點討厭 好吧 那我們先把他冰起來吧 還可以打他嗎 不行 那打他勒 這個一定是假的 有有有 有我到嗎 為什麼 在那麼高的位子 可以可以可以 有了有了 挖出來了挖出來了 他的稀蛋等等要增加 欸不是不是 那是有5個人在搬運 三隻在我身上行行沒事 我看一下這一半 喔喔喔喔好美喔 欸?他連左邊都冰起來了欸 所以這隻青蛙可以咬嗎? 這樣可以連那個船也 順便一起弄起來嗎? 有沒有攜帶量增加10還是5呢? 有欸!我們可以去前一關拿藍色歐尼泳了 那你可以打他嗎? 喔可以欸 可是他咬超慢的我們不是才增加咬擊而已嗎? 叫不到 太遠了 好慢我走路好慢喔 那未來感覺應該會增加走路速度之類的吧 欸? 這是什麼? 欸? 喔原來剛剛那個不是青蛙嗎? 啊這個你們可以挖嗎? 不行!他們應該被冰凍住了 所以這一邊的話變成 哇!他如果橋下藏東西的話感覺就很細節了 可惜沒有 雖然這橋也是我們建造的嗎?應該是吧 欸欸不是不是等一下 我們家的狗狗 你在幹什麼? 喔我不理你囉 你要上來了嗎? 臭狗笨狗 我好像有四層相似這一幕 我們曾經有那個在皮克皮3被炸彈炸在那個橋下 然後有人笨到上不來的部分 所以這個船我可不可以直接丟這個傢伙呢 沒有他沒有那個 他就是釘在旁邊 所以應該還是有水的皮克米 我們才有辦法搬 這邊我們上一次來的時候 還有兩隻蟲蟲沒有打 他的屁股在另外一面 不要不要他嘴巴很尖尖的 嘴巴尖尖的 你的嘴巴很尖 我... 你追很久喔 還是他要回他的位置才可以睡覺 我把你帶回來 沒有欸 他出來以後就 有了 他真的要 回他原本的位置 那這樣我先從左邊打到右邊 欸 不對了 我們可以這樣子 直接衝過去 哇 我錯邊啦 我打歪啦 對不起 對不起 啊 我想起來 我上次沒有 我們把他叫醒看看好了 真的沒東西 我才不信欸 這個吧 丟一個紅色看看 竟然沒有 這麼大一個空地 這是什麼 對啊 有東西嘛 對啊 有東西嘛 我就想說奇怪 結果不是王欸 這什麼 喔 我還以為這裡有一隻怪物 傻眼 等一下 歐氣你不要 我聽到一堆 好像有點母湯的聲音 欸 為什麼他落單了 他們搬運時的叫聲啊 超像被 受到攻擊一樣 聽起來超可怕的 把完了一堆的材料 搬完了一堆的材料 50隻 現在真的很容易看漏欸 雖然我記得我們之後 將近是有100隻嗎 的攜帶量 欸 這裡我們還沒下去欸 我先把那兩隻蟲 打掉以後 我們來下去這裡 把這一個 這一個區域探乾淨 這個區域看起來是快要乾淨 喔 有一點危險 他剛剛直接把他震掉 喔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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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安全安全 所以我來檢查一下 我們的這一區來說 應該 沒 欸 它這裡有東西嗎 喔 可以欸 它左邊是還有蜿蜒的道路過去 喔 我起來很多東西 我的天 好怕 我一撞過去以後 又有一堆咚咚 哇 好大的 我們現在才28隻應該夠吧 我們現在才28隻應該夠吧 這裡水他們可以 不行 不行 所以這裡真的以後要水的皮克名 對 我們剛剛是不是有一個沒挖啊 我們好像有一個沒挖 待會再過去挖一下 垂直的洞窟 啊 就這樣 沒東西了 啊 這個這個這個 喔 真的很多小東西欸 很容易看肉 喔 我們現在發現我們右上角已經快突破4000的能量欸 所以會要拿到那個 什麼 徽章嗎 啊 漆黑的洞窟欸 去買頭燈 喔 好吧 我們現在應該沒辦法買 那我們下一次再來好了 可惡 上次應該要偷撿一下 那這裡是 欸 我上次沒有偷過這個嗎 總覺得我好像 這個畫面我們竟然沒偷過 好意外 蝴蝶竟然停在那奇怪的東西上 它到底以後會不會增加歐青的走路舒服 啊 這裡是不是有一隻 花 我們來打那隻花 花 花 花青蛙 可能要怎麼把它叫醒 怎麼用充的咧 嗚呼 阿滴啊 喔NO 啊啊 等等 欸還好他舔的是我 不是那個 那個 我剛差點假寶可夢 不是那個 我們的 皮克明 不然我覺得心很痛 欸不對欸!死一隻!四十九隻! 有一隻跟...有一隻死了 而且我血捆超多欸 少兩隻! 為什麼你在這麼遠的地方 可是我只有看到一隻 在那個方向 它是藏在花裡頭嗎? 我整個沒看到它 我看到喔!亮亮的 今天的血量不一 在外...多呆 可是我還是想偷看一下 喔喔!這裡好酷喔 所以...啊!我們要搬這個東西 我們就可以上去了是不是 所以明天再來劍橋嗎? 啊!可是我想要... 那個...我想先去第一關 拿我們那個藍色歐尼用 反正現在也夠了就是 怎麼突然又長了一個人 啊!攜帶亮的關係 結束我們的一天 今天好像沒什麼太多進度欸 但是有打到幾隻...大怪物就是了 啊!最大的進度應該是那個啦 增加我們的攜帶量 探索的第九天 我們沒有太多的進度 對!我們也只拿到一個這個 全數一株 這次...是...激辣辛華嗎 它的顏色看起來就很辣 畢竟激辣噴霧的原料 你要不要停舔看喔 好...吧... 這是電源要使用的東西喔 是有個萬一就不好了 給我吧! 欸...好...好辣 哇!有這麼辣? 還好我沒舔 但是動作變快之後 工作效率應該也會提高 是這樣嗎? 不過用在人體上 可能會伴隨相當高的風險了 所以你想要用在誰身上呢? 探索第十天 為什麼我覺得我沒玩很多 就已經第十天了 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這是要我跟他講話嗎? 沒有很想講話咧 等一下! 等一下!我看到一個東西 為什麼這裡長出了一個? 我不是拔出來了嗎? 這該不會是種在這裡很久 我以前無聊在這邊去咬的那個... 真的耶! 我們... 如果現在攜帶一個黃色 他就是變成都是黃色的耶 某方面來說 還蠻方便的耶 就是在這裡 雖然他只有1而已 那個人我沒跟他講過話 感覺這裡以後會擠滿一堆弱難者耶 好啦!你們要講什麼? 這個是花店 嗨!我是金尼茲 我以為他是女生與還是男生嗎? 是一個花店店主 我是為了尋找奇花藝草 專門來這行星的 結果只顧著美麗的花草 不知不覺就弱難了 途中遇到不少危險 我已經受夠探索了呢 就這樣 沒有要幫我們顧什麼花草草啊 本大爺丁格 左邊好可愛 正式回到救援隊啦 今後本大爺就是你的靠山 儘管打完特完 原本是這樣這樣說啦 但我隊長已經下列 你給我休息了 所以我們要找到船衣後 他才會有動作吧 快!我要增加我的藍色皮克米 雖然他是冰系藍 對耶!如果以後多了水系 我們要變水系跟冰系的稱法 暖洋庭園 這以後會不會擠滿一堆人在目送你 所以他們真的其他人都不想動 他爬得好微妙喔 我要這個比較酷的東西 我們當時已經把他挖出來了 歐! 騎乘 紅色辣椒果實 我記得以前是按左右的按鍵 現在不知道是在按什麼 喔 拍謝 才真的是一樣的按鍵 我只是想試看看而已 拍謝啦 我不是故意的 等一下 歐!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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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那 才到達的時候 我不要浪費我的辣椒素 雖然他很好拔 浪費 阿 浪費我時間好了 我們剛剛示範了 合 personas 大家看到了沒 同學 記得筆記起來 那個就是辣椒素 他在你右邊下面的按鍵 不要亂按 按了以後會出事 阿 阿 這個遊戲怎麼會沒有教你怎麼按 究然是憑我 那個前世完 那個皮克敏3的記憶 還是他有教我 我沒看到 但是他總覺得他好像也沒教了 這裡要百分百 好像也是需要水系才有嗎 欸對耶 他們是說這個可以到百分百 所以這個石頭到底算不算 看起來有非常肥美的蝌蚪 剛剛沒被冰凍起來 蝌蚪的視野直接被這個給忽略掉 他又要變奇怪的顏色了 雖然以前的顏色更補充 講反覆的合體可以輕易的增加 等一下 那個是 他那個藍是那個藍欸 所以他不是冰凍皮克敏喔 欸 竟然阿 所以我們可以增加 瞬間有一種恍然大露的感覺 啊 那這樣的話我要 阿 你錯了啦 把他存起來 好 把他拿出來 阿 藍色皮克敏 我是為什麼印象中他以前比較胖 哈哈 沒見過的皮克敏呢 不知道歐莉馬有沒有遇過自己的皮克敏 喔 有這隻就方便多了 那我們今天目標先努力把它繁殖吧 現在我們第二關比較好過 我剛剛把他存起來的原因是因為他這樣旁邊花 生長的 就都是藍色 我就不用在那邊算半天 好 這幾隻可以叫回來 哇 他冰凍皮克敏真的很稀有欸 他竟然沒有他的歐尼泳嗎 我看到了 還有欸 還有 怎麼那麼多蝌蚪 太多蝌蚪了吧 不過像狗會游泳後方便很多 之前狗還沒辦法游泳 雖然我不知道百分百的時候的狗到底會不會游泳 OK 目標增加 同伴 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有沒有其他水域 阿對 這邊啦 要去這一頭 阿對 我還要冰起來 不然我上不去 他這個設計超奇怪的 可可可可惡 我還要攜帶我們的冰皮克敏才有辦法過來 哇 這藍色的畫面 淡藍跟深藍色的交叉感覺 還蠻好看的 欸 為什麼我有三隻在身上 我沒有把它全部存進去 阿不是不是不是 錯了邊了 我如果在水裡的情況下 冰凍皮克敏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數掉阿 好恐怖喔 幹 想像那個畫面 前進 阿 我們無法帶皮克敏 進入 讓自己活回去了 冰凍皮克敏 表示 不知道為什麼 皮克敏不想跟來的樣子 沒辦法 就讓我們自己去吧 OK 當多綠育成所 一顆火 收集的皮克敏 粉紅色的 這裡是測試當多綠的地方 反覆練習當多綠 當多綠就會進步 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當一個卑鄙小人 在規定時間內 大量搬運 僅此而已 大量妨礙 我懂我懂 這裡的寶物 全都是 我做的假貨 不可以帶回去喔 這裡的皮克敏 是野生的 不可以帶回去喔 因此 能夠再永遠 進行當多綠 我很幸福 你也很幸福 無論做的何好 不好 我都會還給你 我還會給你 材料當獎勵喔 如果想帶我回去的話 就讓我見識 精彩當多綠 為什麼像是 別人要那個 贏家給他一些 就贏取一些人的時候 要給他的測驗 考量一樣 Ready 欸這次不能妨礙對手喔 蛤 啊 好像不太 喔那邊好多隻喔 這個門先打破會比較方便 好多喔 它們不能那個欸 對 跟著咬 跟著咬蠻方便的欸 其實給狗去 狗就可以直接那個 拿那個泡芙 這什麼 閃電泡芙 好可怕 誰 他剛剛是吃掉我了 這幾個人去打門算 沒事做的傢伙 一個人挖的會不會太累啊 看起來好辛苦喔 哇 那個地方沒打通 真的有點麻煩 三分鐘 這個感覺真的要很 把握時間欸 待會先去把它拉開以後 應該會方便 喔 什麼東西 喔 什麼東西 啊 它們門洞闊 我超專心的在思考那個 那個打法完全忘記要講話這回事 哇 它們要先來搬這些東西會比較快欸 不是你們這個 啊 這是一群笨蛋 這樣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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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欸 Fuck 氣死 這一個 好吧 麻煩吃 為什麼要不能搬啊 有了有了有了 這邊應該快多了 那個人挖好久喔 好可憐喔 這上面有路欸 啊那邊有那個 那就分一點人馬在另外一邊 他們幾個人夠吧 喔還要這樣子 有欸太棒了 等一下 這個繩子該不會是可以放下來吧 可以欸 還在催我好煩喔 超緊張的啦 然後這一個 好了 我覺得真的沒時間拿那個蛋欸 我不知道拿那個蛋到底會比較快 超越我的紀錄了 喔有欸有欸 我們的目標快好了 剩下30秒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這個可以搬嗎 我覺得我要下來 OK 他這樣應該會不會 啊這個是什麼 隱藏起來 康多率獎牌 喔NO 剩7秒 NO 來不及了 最後這顆果醬 好可惜喔 我分配的時間不夠均勻 真的就差果醬而已嗎 我的天 可惡喔可惜 反正打破了他 你的效率太高了 眼花 搖亂 材料30個 獎勵給你 拿去吧 這個真的很好玩欸 但是就是真的會玩到忘記要講話 哎呀 失去記憶了 這個人到底想要幹什麼 好了 趁現在把這個人帶到外面吧 你們這個某些行為叫綁架 知道嗎 直接把他丟出去欸 他怎麼都不會想到 撞到那個頭會痛嘛 一頭亂捧捧 一頭亂捧捧的 也不知道是誰 總之先進行救援吧 要是之後又跑進去就麻煩了 洞窟的蓋子就這樣蓋著吧 他也可以打開啊 你既然關得起來的話 你為什麼覺得他打不開呢 啊 我們如果不帶這個 我們是不是過不去 真的欸 這樣如果我們一開始沒有選好 那個皮克敏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過不了橋了 對 他這裡如果我們當時設計的沒有 沒有這樣子用的話 就很好笑欸 我就是 欸 好我要帶我的紅色跟黃色 哇 糟糕了我過不去橋了 不是橋啦 渡不了河 這一個方向在 那裡 有兩個怪物在上面 不行欸 啊 我看到了是橋 我們要去搭橋 喔 這個橋真的要搬運 過來很遠欸 欸 還有一隻 歐慶竟然就這樣看著他 咬 被打他 我應該都看著他被 讓他咬 什麼意思 這隻狗 真的很奔 欸我們之前有見一半欸 這也太好笑了吧 OK 39隻夠了 所以過去那裡以後 看起來 是兩隻怪物 跟 不對是三隻怪物 喔藍色走那麼慢喔 藍色明明是先的欸 冰的走比較快欸 感覺要研究一下 哪些走比較快跟慢的問題 他們好像沒有提到誰比較快慢 這只能自己觀察嗎 其實我們現在帶著冰提個名出門 蠻危險的 應該要換 但是我有點懶得回頭 呼呼 還真的少兩隻 為什麼 喔他們在這裡等 你們在那裡等就算了 那裡是安全的 可是竟然是藍色的 可惡 他雖然叫了一下 但是好像沒被吃掉 因為想要派歐氣去打看看 唉唷喔喔喔 好像還好 噴了一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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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位子沒跳齁 發現洞窟 可是我有個問題是,這邊我要怎麼過去啊 那你確實...喔可以耶 他可以互通 那這樣這樣這樣,我想要先... 我們還是先看一下,以防萬一好了,因為... 他們太遠了 真的太遠了 主要是那個上面的指針 已經快到了,又加上...哇塞,我已經錄影了50小時了啊 這當多綠,真的不愧是當多綠 他們在唱歌 好啦,先結束啦,因為太遠了 所以我導致我沒有辦法去闖 其實也...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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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太危險了 我們這個留給下一集吧 可是我下一集還是想要去哪...那個...櫻花的地方 所以這個等之後 耶 看起來是我們的第一大關快要結束了 結束今天的探索 不錯啦 不錯啦,我們拿到水的皮克米 這樣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那些水的東西到底要怎麼拿了 可是這樣也很恐怖 在我們的冰皮克米 千萬不能死掉 因為它沒有繁殖的方法 如果數掉一隻 我們就表示我們需要30個冰皮克米 我們就沒辦法過 這也太恐怖了 摊索十天 找到了一個葉子人 幹進提升1 沒有回收的寶物 但有發現新地方 84% 差了3%就可以87% 共享救援心得 原來如此 可以X對皮克米下達 為什麼這時候才講 他們該不會新手教學都放在這裡啦 想改變頻率的話就可以突擊 看就像這樣 什麼?自身體自己 停停止 你在幹什麼羅素 他還超乎他身體嗎 可可可 我只是說明緊急情況使用方法而已 看來我們必須想辦法 避免所謂的緊急時刻發生 OK 好啦 我們這一集先到這裡啦 下一集我們再繼續探索櫻花的地方 櫻花我們只探索一小塊 所以應該還是可以發現很多地區 我們就這樣子交錯的 兩邊跑 這樣大家應該也比較 我不知道 我自己玩起來是開心啦 你們看得爽不爽我就不管了 哈哈哈哈 OK 我們先到這裡啦 掰掰